用以前最專業的態度 用新聞專業的態度 還有說好故事 剛才我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如何用新聞界的Sense 或者Messaging 去說好歷史建築的故事 說好故事 主持何文傑 洪耳敏 那回來說好故事 今天嘉賓和你有點淵源 是啊 我們最舊 可能是舊年事 你當委員的時候也認識他 是啊 說多年了 那些年的時候 那些年的時候 當時是亞洲電視新聞部 當時還是廣播到年代 當時我們還叫跑帶 由一層樓二樓 跑上三樓 剛才跟陳天權 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聊過最舊的故事 那時候想當年 我們委員的時候 都要被人鞭打 因為經常錄V.O 錄到啦啦咳咳 但是又要趕時間 趕頭條 趕不及 趕快點 他們在外面撩我們 因為V.O房很特別 有一個玻璃 可以透明玻璃 看到外面的剪片房 所以其實外面有些編導的同事 就會指點我們 快點啦 時間趕啦 出不了街 其實你就算多漂亮 或者多好的故事 都不行 一定要趕時間出街 天權歌當年就是 傳媒的大哥 傳媒界的 V.O不夠厲害 我負責文字上的東西 那時候陳天權 天權歌就是我們的採主 派單給我們做的 派單 之前也做了報紙很長時間 你今天搶來 就不是說傳媒的 其實天權歌 原來在離開傳媒的跑道 在二條跑道 開拓了一個很成功 就香港的歷史建築 做一些民間的研究 探索 讚寫 出版的書真的厲害 《被遺忘的歷史建築》 《香港的節慶風俗》 還有《新界離島》等等 由新聞界的重建 已經變成現在是歷史建築的研究學者 是專家 其實兩方面是相關的 新聞界主要是探索 用不同渠道去找資料 現在我做了這個所謂的興趣 都是在不同渠道去找資料 接著去核實 接著如何去寫出來 或者說出來 令到大家明白 即是用以前最專業的 用新聞專業的態度 還有講好故事 剛才剛才講得很對 就是如何用新聞界的訊息 或者訊息 去講好歷史建築的故事 所以現在在香港大學和光開大學的課程 找來教授 不是講師 即是教授的課程 都是跟建築物或者保育有關 剛剛都是類似的 那為什麼你開船這個呢 你很多東西 可以去圍棋 可以去釣魚 可以很多東西 其實這個興趣 在80年代已經開始有這個興趣 但無奈就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每人都要做錯課 對 無時間去追尋這個興趣 是哪家新聞能夠吸引你 或者是哪些人的事 都是跟古織辦 古織會的工作有些關係 就是很留意他們的工作 大夫弟收服好 我也有去 認識一些人 龍炳儀教授等等 所以其實都是有些興趣 但是無時間去追尋這個興趣 所以後來沒有做新聞界之後 就去了港大讀一個補育課程 讀完之後就開始寫東西 開始講一些講造 搞一些課程 這個真的是一個自己探索 退而不休會的 十分好 還可以用到你上半生積累的 那種敏銳和洞察力 去看回香港的歷史 其實最開端的哪一件物件 你第一件去發展 其實我沒有做新聞界之後 剛剛正正是石傑美村 最舊的七層高的 美河樓 現在是美河樓 那一堆一堆的 準備要拆 拆正美河樓 我發現這麼有歷史的建築物 好像沒什麼人管 沒什麼人關注 那時候就開始做這件事 去拍攝舊建築 盡量拍下去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拆 所以通道去行香港 行新界 九龍等等 去拍攝舊建築 那一開始是自己放上網 還是 早期沒有這個網 發達著 後來才有 所以早期也是放在電腦 早期也是拍飛林 去到天星碼頭事件之後 之前開始拍數碼 那時候就狂拍了 其實天星是一個很大的 拍照也是你的其中一個思考 一定要拍照 因為我們做新聞界 要記錄 民事吉祥也要 對 但是搜索的過程 去搜索資料 去研究這些歷史建築的時候 其實是否都有些困難 會不會發現坊間 原來有很多人都想了解 原來不是資訊那麼透明度 其實早期沒有那麼發達 互聯網或者網上的資訊 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要靠自己去問 我們所謂做的可說歷史 看一些文獻 看一些檔案資料 去做這件事 現在可能有多些渠道可以找 有上網 上網也是其中一個 你信不完網上的資訊 要關注的 沒錯 但起碼有個底子 給你關注的 但以前沒有的 以前也是靠去找這些 一手二手資料 要去訪問一些前輩 其實歷史建築來說 譬如新界的村落 找一些父老去聊聊天 很多時候的資訊 書本是沒有的 但也信不完 因為他記憶上的問題 未必記得那麼清楚 至少知道一些資訊 再去擴大一下 如果說歷史建築來說 陳卿權你自己覺得 香港這麼多年來 可以分成幾多個不同階段性的歷史建築 值得大家去知道 其實如果說中式的話 就更加悠久了 可以去到宋朝 當然宋朝建築現在沒有了 可能明朝還有在這裡 祠堂開始計算 歷史最久的 但如果再推前一點 可能去到新石器時代的話 可能去到一些石刻 古石刻 很多 例如說漢朝 李靖谷的古武 屬於漢朝 其實很多 所以由盤谷初開 六千年開始計算 都有一些文物可以追查到現在 以階段性來說 是不是港英政府現代的殖民地 開始有一點變化了 這個會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港島 九龍 都是在香港開埠之後 多了很多建築物出現 尤其是西式建築 以前都是廟宇 民居 去到1841年之後 就開始看到西式建築出現 1841年 都在說多久 開埠之後 我們經常說 例如我們第一集的醫學博物館 原本是做實驗室的 建築就用愛德華時代風格 愛德華就是一個時代 就像維德利亞 其實那個時代裡面 都有不同的風格 香港作為一個開埠的地方 哪一類的風格 是比較多保留下來的建築物 或者是甚麼例子 香港開埠的時候 正正是維多利亞女王在米時期 所以整個維多利亞在米時期 除了六十四年 都可以統稱為 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風格 問題就是裡面分了很多類型 很多滿派 不只是一類型 我們簡稱維多利亞色 其實不太對 維多利亞時期有很多色 比較常見的 可能是哥德復興色 即跟英國 英國比較多 都有些古典復興 甚至是art deco 即之後art deco 早期是沒有的 都是植民地色為主 何謂植民地色 其實都是用了西方的基本元素 加上印度引入的遊廊 外面有個遊廊的走廊 大家都是五常一養 例如大館那些 都是差不多養的 那些植民地色 舊搭法會大樓 現在是中心法院 那個屬於古典復興 古典復興 古典色比較濃厚 中間有一個圓拱 兩邊對稱 用古典的柱式 那種叫古典復興 雖然它都有遊廊 但因為它多了一些風格 我們就不叫它植民地色 叫它古典復興 中西區特別多這些 很多 開埠為中西區 西式的建築物 由中區為主 去到上環開始 中式比較多 已經是貧民窟 華人區 搬到以上 不讓華人居住 以前是 所以看到建築物的風格 象徵著我們殖民地 英國人管治殖民地 好像有一個說明書 去到哪裡建築 建築物 然後用什麼風格 待會我們休息一會回來 再跟我們歷史建築的 民間研究學者陳天權 繼續談談香港的歷史建築 好